这里是FM105.7姐妹广播电台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 我是明珠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知道说呢 我们这个这几年来受到少子化的冲击 那在我们的国内中等学校的教育的发展趋势也有所转变 那包含呢朝向精致化国际化跟资讯化 还有专业化等跨领域的一个方式来做整合 为了就是呢要来让所培育的学子能够有优质的基本能力跟人文素养 都能够来兼备 今天我们很开心来邀请到 这是我们在补教界非常有名的老师 就是我们的王语化学 我们的王语老师 那我们的王语老师呢 现在所带领的我们的利语教育集团 也正式来进驻我们的嘉义士新华中学 所以呢王语老师也是呢我们的嘉义士新华中学的董事长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呢 就是要来邀请我们的王语老师 也是我们的王语董事长 那跟听众朋友来聊聊 就是说呢 老师呢我们在进驻我们的新华中学之后呢 那包含我们的国高中 要来强调就是用我们的AI的一个潮流 来进行智能的学习哦来提供必要的一个数位的辅导 而且呢好像也很重视我们的实物能力啊 包含我们的高职技职教育的部分哦 也用产学联盟的方式啊 包含呢正照学术双收等教育的方式跟教育的目标来发展哦 那是不是老师我们就要来请你跟听众朋友来好好来分享哦 我们的一些啊使命还有我们的一些理念哦 好那一开始呢是不是请我们的王语老师啊 王语董事长先跟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 老师好 大家好好久不见 那一开始呢我们是不是就请我们的王语老师跟听众朋友来介绍 就说呢我们家一市新华中学以打造完全中学为目标哦 那所以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我们的王语老师啊 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就是说现在中等学校教育的重点的一个特色是怎么样 那我们如何呢来打造一个优质的学习环境 那包含呢啊老师我们知道说呢 在新华中学整个半学的目标跟我们的王语老师 王语董事长的制校的理念哦 是相当的连结那如何来诠释完全中学的教育特色呢 其实我早期都是在体制外的学习 所以王语化学是覆盖台湾的一个生大学的化学品牌 那大概我算一算也教了快十万个学生 那好像数据上我也有教了将近两千位 牙医师啊中医师西医师等等 那这个是一辈子的努力 那这次有机会来帮忙新华中学或者领导新华中学 其实我也一直在学习的 但是我看到的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比较有国际观 我经常在海外交易的这个产业或交易的环境 去跟大家去观摩互动还有交流 台湾第一个外部环境是说 或者整个全球的科技环境是说 因为Trap GPT Metaverse这种AI 或者是高科技的时代来临之后 很多事情都变 但是在变了的过程当中 我举例就是我们长城破坏式创新 从来不会有人会想到说 以前要去看电影 现在在家里看Netflix 就可以很舒服的享受 这个影音的效果 那如果现在的教学环境 还是跟过去一样 其实对学生的未来其实是堪忧的 而且在国际的竞争力是可能会不足的 但是我回来看台湾 我们的教学环境 包括我们的校方的领导者 或者是老师群 他们其实的变化 并没有像世界或者科技那么快 这个就是令我担心 这是整个全球环境 而且不是只有台湾 很多的国家也许他们 面临一样的问题 可是我们常有一些地步 就是说未来绝对不是现在的延长线 你现在的事情做得很好 未来的变化其实搞不好你这条路 没有调整可能就落后了 所以在教育上 我们如果没有让年轻的孩子 有不同的思维 那这个未来就会堪虑 刚刚讲过 但是年轻孩子怎么会有不同思维 要老师 要学校的领导者 这些主任老校长老师们 都要不同的思维 那我想我有这个机会来领导新华中学 我第一个建立的是 大家有国际观有科技观 那这个非常重要 那在台湾另外一个问题是少子化 少子化之下其实我们用一个比较 企业化的口语就是说 在一个鱼尺里面大家都会捞鱼 然后鱼却越来越少 我这样形容可能不恰当 但是这个环境确实是如此 所以我们在台湾的环境当中 大家想办法去招生 可是学生真的越来越少 如何让我们的学校能够差异化 甚至于不只是在台湾差异化 能够吸引临近国家的孩子愿意来 这是我们投入所谓教育 应该要思考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个是目前 等于是开始领导新华中学 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好 那接着呢 我们是不是也请我们的嘉义士 新华中学 那我们的王宇董事长 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就是这个少子化 造成我们的私立学校经营 非常大的压力 但是呢 在我们的新华中学跟利语教育 来做一个携手合作 所以还是大力的在投入 我们的资金跟人力 充实师资跟硬体教育的一个设备 也致力创新经营 那我们的新华中学 是不是有看到什么样不一样的未来 所以呢 愿意这样的一个投资哦 那也希望能够持续 来做一个发展追求着愿呢 因为少子化之下 现在新闻播很多 包括科大 包括技术学院 包括实力的工学哦 我们临近就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学校 那这位这个学校呢 现在也是我捐给我国立大学了哦 我去参观过 他里面有全台湾可以说数一数二的 气修科的设备 美法的设备 餐厅的设备 我在想如果今天 未来接手的单位 可能因为过去不是做职业类科的嘛 并没有持续使用这些设备的话 三五年之后这么昂贵 这么完善的设备 通通变废铁了 这个是一个简讯 我是觉得我们的教育教育单位教育部 应该要关注这个问题 不是需要关了就算了 这些资源 家长怎么办 一定要有全套的 那企业界其实如果有能力 应该要投入帮忙 那回来就是我认为我是比较偏 教育产业的企业界人士 虽然我本身也是一个化学老师 但是我觉得用企业的角度 来帮忙学校经营呢 是未来的趋势 OK那现在回来看我们新华中学哦 新华中学有国中高中跟高职 那新的国中生高中生 会留在新华中学来读书 只有一个目标 考上好的大学 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反而是我几十年来的专业 如何让一个学生用最有效率的方式 能够考到比较好的分数 然后进比较理想的中学跟大学 这件事情呢 在新华中学我未来领导大家的时候 其实我认为啦 在教学的这个应该说技巧上 应该会有一些优化的现象 所以这块我反而非常的安心 就是说 但是呢 我要引导的另外一件事是 配合108年课 事实上是整个国际的趋势 不是使读书 考高分就是未来的人才 我们现在有一群学生 考了高分之后进大学就迷失了 因为他在中学的时候 偏命读书 偏命这个得分 进大学以后 他的人生目标在哪里不知道 所以除了发挥我的穿藏之外 让学生有效率的得高分之外呢 那么另外就是 让他们能够多元化学习 那我觉得很幸运的是 新华中学有职校类科 有人跟我说 职校类科啊 孩子都活泼等等 其实很好啊 所以就是说 像我们学校 现在我们有资料处理科 其中还有电竞设备 中餐西餐 还有烘焙等等 对 然后我们有观光旅游 我们有这个观光旅游之下 我们就必须在英文外语上 有一些强化 这些东西 这些内容 除了职校的同学 我们给他所谓的学 学之外 这个培养他们有考照能力 那希望他们多拿一些证照之外呢 也可以帮忙我们的国高中的学生 他们在多元化学习的时候呢 能够有很多的面向的资源 可以帮助他 我再举个例子 我是个纯的国证 纯的高中 这个孩子他在写他的这个 学习履历的时候 他很多市场活动啊 他可能必须外面参加 对 那我们学校就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而且我们有很多的资源 比如说他觉得调酒是他的兴趣 他在国中理化的时候 理化跟调酒可能有点关系 因为这个画面就觉得很棒 那我们的这个 我们像参严科啦 我们这些职业类科的老师们 或者学长们 就可以带着我们的国高中的同学 一起来玩科学 玩这个所谓的生活上的科学 那这些东西点点滴滴 就变成他们未来学习的履历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 这个听起来想起来就相当的美好 但过去大家印象是不对的 读书的这一块 对 就接着一个说 你们好闷都只会读书 对 读书的时候你们都会玩 这个是不对的 融合在一起就是很美好的一个环境 是的 那接着我们是不是也请我们的 王语董事长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我们知道说现在 一定要有国际化的一个准备 才能够来提升未来的竞争力 所以老师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说 再提升学生的数理跟外语的一个能力 那我们的孩子呢 是不是能够拓展未来发展的空间 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那在学校这边 有哪些创新的教学 活化的一个应用的作为 可以持续来推动 来提升学子的外语能力 进而跟我们的国际来做一个接轨呢 说我在教周期表的时候 周期表嘛 大家小时候学过 那我告诉他 这颜色是因为某一个元素造成 乐趣就来了 把科学跟生活融合在一起 那科学一旦融合生活之后 兴趣就来了 就会读书就相当的有兴趣 那如果科学在融合语言呢 所以我要推动的是一个 大家可能过去有在想 甚至觉得很棒 但做不到的就是 我想让慢慢让 不这个不会说好几年 就让我们的老师 或者我引进了新的师资群 能够用科学来 用英文来带入科学的学习 我举个例子 我们在高中读书的时候 我高中读了很多专业 那叫烧杯 这个叫什么到了大学全部重来变成英文了 为什么我们不中文英文一起就学起来 那在使用的时候 常常用常常叫常常讲 现在大学自然而然嘛 那到国外更是很轻易的就可以做表达 所以我想做的事情是还是回来 就第一个 我的中学生呢 他们一定要分数 那这个分数呢 如何有效率的让人提高分数 这个我相当有经验的 那我现在做的动作就是说第一点 很多学校为了照顾学生晚上的夜间课 甚至有限下授学费 那这个夜间课在我的理解是 白天上摩老师的课 数学课假设晚上还是上这位老师的夜间课 想想看白天都听不懂了 晚上那么累还听得懂 同一个老师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 我觉得对学生是有点 好像来得上安心的 然后但是很累 因为是没整天的课 那如果我今天白天请老师呢 尽量活泼化的教学 晚上呢 因为我有一个立语教育建构的 相当完整的一套学习系统 我们有录了2000多个小时的课程内容 2000多小时 而且不是一个影片从而到尾 我们是有切知识点的 每一个知识点 每一个影片的每一个时间 连接到某一个知识点 我有70万个考题 70万个考题在云端 然后学生如果下课之后 留在我们呢 非常舒服的K数环境 我这个在建构 而且建构快好了 我一进来就马上做各种不同的建设 那学生下课留下来 我们就这个很明亮 一进去之后呢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哦 通通被记录 只要学习履历 自己的学习履历 然后开始看影片 那影片看的时候呢 他看影片的时候啊 快转还是在某一天要睡着了 我都可以记录 我的后台都可以记录 OK 然后呢这个影片看几次也可以记录 好看完之后 他可以自我要求 在同样的他上看影片的这个进度之内 请我的云端 派一卷给他做 他就开始在PAT上 好开始作答 做完打之后一键按过去 马上答案就出来 马上分数就出来了 好那假设今天这个K数中心有10个同学 他们要PK也可以哦 大家同样的范围的影片 然后一起说好我们要做30题 比方说题目的情度在终身以上 他们都可以选程度哦 这时候一按键10档考卷出来了 这10档考卷又会怕说大家会偷看 10档考卷的假设要公平 内容都一样 可是我题目顺序很不一样 即便题目顺序一样 里面的ABCD也会不一样 所以他们也就不会去看了 好出来之后大家时间到了一起按键 马上分数出来 还有一个大家的分数的评比 你在这10位或50位当中 你排在什么地方 最后他可能考65分 比方考65分 有35分错 我的AI系统就可以告诉他 你这错的地方是 哪个地方有问题 是某一个他们的某一节 某一个知识点有问题 接下来呢 他可以要求我的AI系统 再针对他错的知识点 切个短视频出来 比方三分钟 这不是看30分钟 是只有那三分钟看完之后 那一题错的地方 他就了解原因了 再派类似的卷 这样来回几次之后 有效率的让学生可以去高分 我认为这个不是田牙式教学 但是透过现在的科技 可以这样的个别化 私信化的陪同学 我相信同学的成绩 就可以很快上来 他一直在我的K数中心 就是我们学校的图书室 K数中心就可以做自我学习 而且没有那种白天已经被轰炸 完了再轰炸一种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点 等到比方说博山了 扩高山了 哎呀我要准备 在会考或者是所谓的学测 我这一按键 被看到过去三年 我所做的每一个题目 哪个地方错特别多 哪个地方特别强特别弱 通通有 再从这里去做后面的考前总复习 自我要求的总复习 就很精准 一个名词就是爱你365 我让学生爱读书 每天365天大概 我想环境会让学生很爱 这个继续这个 不但生活快乐 然后学习也会有很有效率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呢 来邀请的就是我们补教界非常有名的 网语化学 网语老师 那网语老师呢所带领的我们的利语教育集团 现在也正式来进驻 我们的嘉义士的新华中学 来新手我们的新华中学 要来打造完全不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未来 好那我们在广告歌曲之后呢 我们继续再来邀请我们的 网语老师 网语董事长呢 来跟听众朋友 再好好的来介绍 看到这个新华中学 整个一个未来的 不一样的